我還不敢是你 你調高的叫我一隻去便宜 就是要告訴他 他在有德國麻疹 哪有你就可以順利 看著他把小孩拿掉 那是剛好而已 還在講白痴 剛好好的事情這麼多 哪有都剛好 換錢給我一隻心想 不然你是好嗎 你現在是當作你的打王子嗎 我 好大看 妳有王爺西做口說 妳不要忘記 我是林家的媳婦 妳如果敢給我鎮定 志明做代表幫妳刷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小編號又要出任務了 今天我們要來突擊化妝間 我們在哪 現在是泡阿夏的化妝間 休息室 我們今天找誰 往那邊看 今天有誰 這邊突擊 小編泡突擊 嗨 好認真 我在請她冰檢台詞 那台語我不會講 那請教給你姐 I don't know 大家都知道 這都跟事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都是我在問小編 因為台詞要怎麼順 佳芸最近很忙 最近要忙著 就是跟韻如比較語氣 也要忙著 就是對付渣男 真的 有什麼心得啊 要不要跟大家聊一聊 跟渣男的相處知道 跟渣男的相處知道 不要相處了 渣男有什麼好笑 真的 真的 揍他 氣死我了 真的 對 我惹了 哈哈哈哈 你在劇中是不是有狠狠的 就是 有 我告訴你真的超精彩的 一開始我呼他巴掌的時候 真的呼 什麼 陳志強很奇怪 他這個人有個人的批號 很要求 一定要打真的 哈哈哈哈 他很喜歡讓他打 他打真的 我看好 對 很難 然後 打得很開心 對 因為我覺得 不是 你自己的姊姊被欺負了 對 的確 這很欺負人欸 對 這真的很過分 後面還有更厲害的 我以為呼巴掌已經是家喻的極限了 登登登 還有 提示一下觀眾 還有什麼 還有 全武含風 哈哈哈哈 我 我覺得整個表情真的好過癮喔 有有有 我好希望我在現場 哈哈 我今天早上才去 那個 健身一下 健身一下 健身拳擊 對 觀眾會很喜歡看的 保證喜歡 因為我自己都演得很開心 就是要有這樣子的正義的花生 你知道嗎 換人要得到一些報應 可是也蠻像你的個性 有 其實有 你自己下也有那個樣子 我就是覺得有一些事情 太不公不義了 就會忍不住出身 家喻沒有那麼弱 現實生活中有沒有遇過渣男 我還蠻好運的 其實我沒有遇過渣男 這是一個能量的問題 真的欸 應該吸引 就是物語類聚 你吸引不到那個 把自己搞好就吸引不到 所以家喻有問題 所以家喻有問題 他就一直覺得自己得不到愛 得不到真正的美好 所以就會吸引 真的不是真正的美好 對 這是一個那個吸引立法則 我很同意這個 因為我個人這樣相信吸引立法則 一定是 路線時中 如果好姐妹遇到渣男的話 你會選擇要跟她講 還是你會怎麼勸她 其實就是完完全全像家喻一樣 一定講 而且一定出氣 天哪 那那個定靈姐有遇過渣男嗎 好像也都還好 對好像也都還要沒 可能我覺得因為過了一個 到我現在生小孩了 然後有結婚 所以 以前當然有一些不好的經驗 但是現在對我來講 你都不會覺得不好 他就是一個滿重的圈 沒有經過這麼糟糕的事情 你也不會變成現在人 你不會是珍惜一下 對啊 所以反而覺得還好 就現在看就覺得 好像以前炸了 現在都不炸了 哈哈 好像變貴人了 現在又要 哈哈哈哈 現在抓難 哈哈哈哈 就是回頭看看 嗯好像也還好 我跟你講 賈博士講我一句話 當你站在這個位置 回頭往後看 你會發現以前發生的事情 都有發生的必要 哦 哦 所以之後都不炸啦 對 感謝那些曾經傷害過我們的人 對不對 才不要感謝那些傷害過我們 為什麼要感謝 並不需要 哈哈哈 真的不需要感謝 那丁丁姐現在在 希望也是孩子的媽 想說 欸家裡的小朋友是 男生 都有都有 一個男的女生 那會不會擔心兒子變成渣男 或是有什麼 教他不可以變渣男 哦 其實我覺得 其實家庭真的很重要 我不認為我小孩 有這個機會變成渣男 對啊 像我是姐姐嘛 姐姐比較大 然後弟弟 對 所以有時候呢 他們兩個在吵架的時候 我就會跟弟弟講說 你怎麼可以欺負女生 你應該要讓女生啊 男生就是應該要體貼 等下會講說 你如果這樣做 人家會講 你會講 我不會覺得說 姐姐比較大 她就會那麼衰 就什麼都要讓弟弟 所以那家庭教育很重要對不對 對 我從來不認為說 特別是我覺得 因為在台灣 我覺得都還是形成一種 比較傾斜的狀態 就是大家是 女生比較弱勢的感覺 對 特別是中男部 需要保護 對 我還是聽到很多 就是那種為了要生男的 什麼 什麼挖 什麼挖隔部數都出來了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特別就是要 跟自己家裡的男孩子 講說要學著尊重女生 要照顧女生 這才是一個 好男生的那個責任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教你教你 真的感謝丁寧姐 為我們製造出一個暖男的 現在還不知道 看下來才五歲 還不知道 中間不上歲 中間不上歲 會進步什麼樣的事情 我可以再講 網友排隊叫婆婆 報名一下 就是創校 會不會教女兒 怎麼不去遇到渣男 或怎麼去說 分辨誰是渣男 其實我不敢說教 我覺得我從現在 我常常就是在跟我女兒演練 說她必須要學說 不要 拒絕 我不要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也發現說 她的女生 對於我不要的這三個字 變成不好 好像說我不對 對 明明就是你要捍衛自己的 twiring 其實這個都是要學習的 一次兩次 慢慢去建立自己的界限 對 我也常常跟我女兒 女兒就跟她講說 你要學 就如果任何事情 只要你覺得不舒服了 你就一定要跟她講說 我不要 我說無論這個對方是誰 是老師或是什麼的 你一定要知道 一定是前那個長輩 然後你一定要讓我知道 然後如果任何人跟你講說 你千萬不要跟你爸爸媽媽講事情 你就一定要跟你爸爸媽媽跟我們講 因為這絕對是不對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你從小就是要 把這件事情有警局 我們都不要覺得 小孩子還是小不懂 其實他們懂的事情比我們還要多 所以就要慢慢跟他們講 然後讓他們養成 我覺得任何觀念是building起來的 他絕對不會再上他街就懂了 你要從他小就慢慢一層一層 讓他知道說 對 什麼樣是對的 怎麼樣保護自己 怎麼樣捍衛自己的 自己的private 自己的權利 我覺得慢慢的 他就會懂得保護自己 那我們的渣男 就是子強哥 他在劇組 大家平常會就是 看到劇本啊 看到他本人就很想要打他一下嗎 你說平常嗎 對 怎麼可能 他這麼多 都這麼差 對 我們才不會自己冒險 沒有 傻了 不會就是 就是可能 無法出戲 然後一下戲的時候就覺得 做他的演員 身為專業的演員 不可以有這種暴力的行為 對 所以我們要隱藏住 因為我們要把自己building成一個專業的演員 好 今天的直播就先到這邊啊 跟大家就說 呼籲說一定要繼續鎖定我們三立台劇 粉絲團 這真的就不用鎖了 因為後面 連我自己看劇本 都越來越覺得我哇靠 不是 哇 真的太要求 強力推薦 對 強力推薦 一定要主持人 這一場保護一下 對 沒錯 好 謝謝 我拍一張照片 好 兩位 我拍一張照片 你這樣就能鎖定 讓你做事 多求你 那可以